自从伊朗不再走亲美路线,美伊两国的关系就开始交捂。伊朗也一直受美国的压迫。早前因为签订了伊核协议,美国还有所压制。自从美国退出此协议,便开始变本加厉地对伊朗进行一系列的打击。 而在美伊两国相继将对方的军队定义为恐怖分子后,两国的关系更是达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。不过令人意外的是,虽然两国互相看不顺眼,但一直以来,两国似乎都只是在打头水仗,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行动。 而近日,伊朗再度挑战美方底线。我们都知道,叙利亚的这场内战,持续了八年之久。这其中也少不了美国的手笔。美国曾多次介入其中,由于叙利亚接连发生战争,消耗了大量的燃料。 近日,叙利亚国内正因为燃料危机问题,而引发其民众接头抗议。而这时候,伊朗向叙利亚伸出了援手。 据媒体报道,日前伊朗的一艘搭载十万吨原油的超级邮轮,在本周越过苏伊士运河,抵达叙利亚的拉普基亚港口。 伊朗此举对叙利亚来说,就仿佛是雪中送炭。但是这却让美国不开心了。 毕竟早前美方就曾发出警告,将随时关闭伊朗出口石油的海上通道。 而且此次在美国及其盟友的围追堵绝下,还让伊朗成功通过。 除此之外,伊朗方面还公布伊讯息。 伊朗半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,21日报道,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,当天任命侯赛因萨拉米,接替穆罕默德加法里。 担任新一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。 据了解,这位新任总司令,原本是伊斯兰革命队的副司令,曾参加过两亿战争。 也因其常发表激进言论而著称。 据以色列时报称,萨拉米经常发出要摧毁以色列和美国的言论,而针对萨拉米的上任。 伊朗三军总司令下令,希望新任司令上任,可以让所有部门全面提升战斗的能力。 加强革命护卫队的核心理念,以及提升管理中的专业知识和文化水平。 伊朗在此时突然换司令,免不了引起多方猜测,此举是否和美国方面有关。 毕竟现在正是两国针锋相对的紧张时刻,虽然这一猜测得到了伊朗方面的否认。 但是,伊朗先是不顾美国的警告,大肆向叙利亚提供石油援助,紧接住便宣布换革命队总司令。 一系列举动,必然会引起美国的强烈不满。 日前,美国已经有所行动。 22日,美国方面宣布,将取消伊朗的石油豁面权。 而美国的做法,也引起了伊朗方面强烈不满。 如今看来美伊两国恐是免不了一场恶战了。